美国确诊超113万例 中国确诊8万多例就已经要举国抗议了 想想看身为美国的总统川普会没有压力 尤其是在选举上 民调已经开始落后对手拜登了 川普的确急了 除了向美国民众推广消毒业外 已经在白宫记者会上公开承认要向中国索配了 见过不要脸的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 有着世界最好的医疗条件 明明一手好牌却打得稀浪 身为总统不反思应对疫情无能和失职 竟然拼命甩锅实在是无耻 如果在选情上失利 川普发起分来 真会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向中国索配吗 根子赔款的一幕真会重演吗 那么到底要向中国索配多少 10月27日在白宫记者会上 川普首次公开表示向中国索配 我们可以做的比那容易的多 我们有比那容易的多的做法 我们在查 还没有敲定最后数额 这是非常大的数额 在此之前 美国检察官克莱曼向德州法院提起诉讼 向中国索配20万亿美元 秘书里州政府也向中国索配数十亿美元 这是美国地方政府出面进行索配的 还有其他民间组织 美国佛罗里达州伯曼施语师团队 代表1万名老百姓要求中国赔偿6万亿美元 英国有组织向中国索配超7万亿美元 印度律师协会和国际法学家务员会 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申请 向中国索配20万亿美元 澳大利亚向中国索配人均2万美元 而澳大利亚只有2500多万人口 澳大利亚媒体叫嚣说 如果中国不赔 就拿中之国企在澳大利亚的资产抵债 德国图片报要求中国赔偿1490亿欧元 意大利民间组织向中国索配金额超过1000亿欧元 仅仅以上能够喊出明码标价的 至少有53亿美元 加上美国秘书里州政府 也向中国索配数十亿美元 以及川普口中的那个非常大的数额 总之大概是要超过100万亿美元 100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 2019年中国的GDP大约14.5万亿美元 美国是21.43万亿美元 而全球2019年GDP总量才87万亿美元 这百万亿美元的天价索配 即使中国人不吃不喝 六年的GDP都不够赔偿的 100万亿美元等于700万亿人民币 中国现在14亿人口 每个人要承担多少美元 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要负担50万人民币 比当年的根纸赔款还狠 看着这些国家这些人不觉得可笑吗 无耻吗 所谓人权就是任凭权能老本 至身至面 所谓的抗疫功绩就是拼命甩锅 这场疫情就是一面招妖警 让一些西方国家的丑陋 闲路无语 强盗的后代果然是流淌着强盗的血液 一有机会就露出一副强闹的罪恋 为什么他们敢向中国提出数万亿美元的陪仇 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当年就是 这么向中国所陪的 不管有理没理 只要能够说出一个天文数字 中国就必须了 想想 如果新中国没有在毛主席的号召下 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出原子弹轻弹 估计现在他们早就跳着脚跑到中国来闹事了 落后就要挨打 好在我们现在手里有了打狗棒 他们除了狂吠几身外 也没有打扑上来 美国已经失掉了伪装 露出了真实面目 中国怎么办 如果任凭他们在国际上 示意污蔑中国抹黑中国 宣传反华舆论 不排除会有更多的西方国家的政客们跟进 主团向中国发纳 所以中国绝不能掉以轻心 毕竟他们大有越聚越多的石头 必须要做好反制的准备 如果只是照舆论 那么这场舆论战一定要打好 否则他们必然会得寸进尺 必须要有底线思维 要给他们划好警戒线 如果他们在任何方向上 敢敢动真格的 我们必须有能力进行雷霆一击 像世界证明 中国绝不是软势子 更不是好乐的 时刻要清醒地认识到 以斗争求和平 则和平准 以妥协求和平 则和平完 而且反击要趁早 打得一拳开 要把对中国的攻击 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下 否则 财狼们嗜血的本性都暴露出来 还是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应付的 这场疫情让我们明白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不是救世主 更不要做救世主 大意之下 反应物资就是生存物资 我们帮助值得帮助的朋友 对于把自己国内疫情失控的罪者 甩锅给中国的行为要坚决反击 病毒可治 人心难防 舆论战已经打响 善良的中国人 我们一定要担心 大家一定记得 2016年7月12日 在中国南海 也曾上演过一场闹剧 美国 日本 越南 菲律宾等国家相互勾结 想通过一直受他们控制的 所谓国际仲裁法庭的 法律文书将整个上海 从中国的版图上割烂出去 为了配合那场仲裁案 美国派出了两个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 对中国实施军事恐吓和战争威胁 中国调集了北海舰队 东海舰队 南海舰队 三大舰队的金瑞海军齐聚南海 准备给美国进行一场南海大海战 在策略上 中国采取了不应数不参与 不承认不执行的策略 以强制强 最后逼迫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灰溜溜的开走了 中国保住了21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上国土 今天美英法奥印等国 又举起屠刀杀气腾腾而来 这一次不是要中国的南海 不是要中国的国土 而是要整个中国数十年的发展成果 是要整个中国所有中国人的财富 甚至比100年前几乎所有的不平等条约 要求中国的赔款综合还要多 这里面不仅有美英法等西方列强 还有对中国怀有仇恨的印度 越南等国家 如果让这些国家的邪恶目的达到 中国将不仅永远无法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而且会重新的沦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有人说这些国家不敢这么做 可我却认为这些国家不仅敢这么做 而且是很敢这么做 他们早就想这么做 甚至一直都盼着这么做 大家可以想想 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 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 中国快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是板上钉钉的事 如果中国这个比整个欧洲和北美人口 还要多的国家进入了发达国家 那么他们这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靠什么来享受优越的生活 他们剥削谁 谁来为他们服务 谁为他们提供量价产品 谁充当血汗工厂 谁提供量价劳动力 因此他们一直在等待 寻找一个机会 能够一举将中国这个拥有14亿人口 去发展迅门的大国 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让中国永世不得翻身 当前全世界只有中国取得了 抗击疫情的重大胜利 这也是在中国集中全国力量 付出产重代价之后赢得的胜利 而美国欧洲等国却因为傲慢制大 使得疫情失控 为了转嫁责任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部分国家 都采取了嫁祸于人追者索赔的策略 欲把责任转嫁给中国 不仅让中国承担政治责任 而且还要让中国承担经济责任 美国这么做主要是处于以下目的 一是彻底的阻止中国赶超美国的趋势 跨解美国的危机 保持美国的大主地位 当前全球只有中国有实力 有机会赶上并超过美国 美国必然会阻止中国发展 二是为了美国大选 最近数十年美国大选中 总统候选人都与中国话题 获得了选民的支持和关注 三是为了甩锅 为了转移国内矛盾 转嫁危机 必须找到一个替罪养 现在他们找的就是中国 是是打败中国 一直是这些国家的战略目标 一旦打败了中国 他们所获得的利益 可能会让他们几代人都花不完 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不会再有国家 对他们的地位构成威胁 历史原本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只要将中国打倒了 只要将中国踩在地上磨擦 那个时候 谁也不会同情中国 谁也不会记得 中国曾经的辉煌历史 中国为由不屈不挠地 与敌人谅解拼杀 才有可能打败这些无耻之徒 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感谢观看